将粉丝料理步骤在厨房大展身手 她是网红便当夫人 时常在脸书分享一家七口的生活 会帮五个孩子准备便当 拥有七万多名粉丝追踪 但在今年一月突然停止发文 因为四岁儿子成乡 罹患罕见癌症 弥漫性内深性脑干 胶脂瘤 坐在沙发上神情哀伤 把四岁儿子紧紧抱在怀中 网红便当夫人剖出黑白照 表示不加油了 最终还是敌不过DIPG 想和他和平共存也真的没辙 便当夫人说 儿子成乡已经离开那残破不堪的肉体 化成一抹晨光随着妈妈回家了 穿白色T恤小男孩 开线跟着姐姐又唱又跳 网红便当夫人的四岁儿子成乡 今年一月突然呕吐 被诊断肠胃型感冒 但隔天走路歪斜出现肚子痛 还有颜面神经麻痹的症状 甚至会流口碎以及脖子痛 露天后道容总挂急诊 脑干有约六公分大小的阴影 确认是DIPG就进行切片手术 三月底完成六周的放射性治疗 七位病情突然恶化 开九个小石刀 切除他后脑两颗肿瘤 减轻脑压 二十二号人不敌病魔此事 听话乖乖把药丸吞下 四岁儿成乡很勇敢 让便当夫人和丈夫都很欣慰 自从儿子罹患DIPG 便当夫人一家人积极陪伴 陈祥治疗对抗病魔 甚至原赴美国争取加入新药临床试验 丈夫到欧洲求药 家属无奈台湾拥有的DIPG资讯太少 台湾得知国外有最新药物和实验机构 发病不到一年 儿子就癌室 家属忍痛放手 不让小孩再受苦 TVL新闻成员张启云台北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